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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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了解到呢 你也是刚从这次峰会的报道前线回来 那和网界峰会相比 这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通过参加这次会议跟采访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正在成为支持 拉美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美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梅拉 在这个接受专访时他就表示 2013年呢 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注资了20亿美元 与美洲开发银行设立了一个共同基金 以支持拉美地区公共及私营部门的建设项目 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这个梅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一共同基金的建立呢 意味着美洲开发银行每资助拉美地区一美元 中国方面呢也会资助一美元 这能够帮助美洲开发银行在更大的程度上进行一些不可能独立完成的金融项目 这个基金成立两年多以来啊 已经为拉美地区减贫和促进公平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也是推动南南合作的又一典范 中国提供的支持呢 将有助于推动具有经济社会效益的项目的实施 减少因资金不足带来的诸多限制 美洲开发银行也希望呢 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一基金为拉美地区谋福祉 梅拉还告诉我呢 中国一直鼓励拉美各国私营部门进行投资 以提高竞争力和社会福利 并为一些包括这个减轻气候变化影响的项目呢 提供帮助和支持 比如啊 这个拉美和加利比地区呢 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并不算高 更多呢 是希望能够利用开发和利用这个包括风能 太阳能 潮汐能在内的一些清洁能源 而中国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呢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所以他相信中国对拉美地区还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关于本次中拉企业家高峰会呢 梅拉他说 这已经成为建立这个中拉更深层次合作纽带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中拉企业家高峰会呢 已经成为啊 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国家这个寻求经贸合作的一个促进机制性平台 它的重要性啊 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像近年来了 这个中拉双边贸易额正在快速增长 2014年呢 就已经达到了2636亿美元 那这个高峰会是如何成立的呢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呢 于2007年11月由中国贸促会颤导建立 是中国首个针对拉美地区的经贸合作促进机制性平台 每年一届 轮流在中国和拉美各国举办 2008年的11月5日呢 中国政府就发布了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呢 作为这个促进中拉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 也被正式写入这份文件当中 中拉企业家高峰会呢 旨在关注这个国际经贸发展趋势 以中拉工商界重大关切为出发点 广邀这个中拉政府首脑 殖民专家 国际组织和金融代表机构 以及这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 围绕中拉贸易投资政策和市场机遇展开一系列广泛深入的讨论 除这个全体会议外呢 峰会向下还同期举办 像这个包括拉美国别展览会 中拉冒促机构园周会议 以及项目对接洽谈活动等等 历届这个高峰会均得到了中拉各国政商两届的高度重视 以及积极参与 拉美国家和地区参会分别超过20个 每届的与会人数啊 平均多达600人 并且它的规模还在持续的不断扩大 影响呢 也在逐年加深 这个第一届到第三届的中拉峰会呢 先后是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 中国的哈尔滨市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 像智利的时任总统 包括也是现任的总统巴切莱特 哥伦比亚的实力总统乌里维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 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阿布莱提 阿布都热西提 前这个国家副主席李蒙呢 也都出席了历节峰会的有关活动 像这个第四届这个企业家高屋会会啊 就是由中国贸宿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泛美银行合作开发的 它是于这个2010年的10月21日到22日 在四川省成都市成功召开 时任的这个中国全国政博副主席白利整 也出席了会议 并发表主旨演讲 像这个中拉各国各地区的政府官员 联合国这个拉美加勒比经纪委员会 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这个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代表 包括来自阿根廷 墨西哥 巴西 哥斯达利加等34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 拉美企业家以及来自中国20多个省市的600多位企业家也共同参与了这些会议 而像这个第五届的这个中拉企业家峰会呢 则是由中国贸促会与秘鲁外交部 以及这个秘鲁各国主要的这个商协会合作举办的 它是于这个2011年的11月21日至22日在秘鲁首都立马举办 像包括这个来自北京啊 天津 四川 黑龙江 吉林等这个国内20多个省市的300多名中国企业家 以及来自这个拉美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拉美企业家共同参与 本届峰会的主题呢是这个包容性发展中拉合作的新篇章 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和对话 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这个经贸交流活动 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中拉商协会援助会 秘鲁商机机遇介绍会 企业对口洽谈会 拉美国家和地区推介 以及这个中国商品展等等 时任的这个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建敏 毕鲁总统这个乌马拉也出席了本届峰会的开幕式 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像包括这个泛美银行行长莫雷诺 安利斯开发银行主席加西亚 哥斯达加外贸部部长刚萨雷斯等等 这个拉美各国以及包括一些金融机构的多位代表 也都参加了峰会的多项活动 2012年的这个高峰会呢 是在这个17日到18日 也是由中国贸诉会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政府和泛美开发银行举办的 是在这个浙江省的这个省会杭州市举办的 包括这个泛美银行开发行长莫雷诺 这个联合国拉加金委会的执行秘书 巴尔赛纳以及这个众多的拉美国家经济部门的高官呢 也都出席了本次峰会并发言 同时呢 本届峰会啊 这个中国拉美企业家理事会也是正式揭牌 与会的拉美各国高官 商会负责人和近千名的这个中拉企业家 也共同见证了这个理事会的成立 那本届峰会的参会人寿呢 可以说是创了历史新高 这是否说明了中拉双方对这次峰会的重视 还有双方寻求合作的强烈的意愿呢 那么本届第九届这个中拉企业家高峰会的主题呢 是新趋势大机遇共同前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在这个开幕式致辞中 他就表示啊 中拉作为发展中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呢 近年来啊 中拉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的新局面 这也给全球发展和双方人民带来了好处 他说 如今中拉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促进这个世界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 中国政府呢 也是一贯高度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合作 近年来啊 我们共同努力 中拉关系也呈现全方位发展的好局面 双方高层交往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扩大 国际事务协作卓有成效 利益交融 日益深化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像今年三月份啊 这个我们国家总理李克强 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就提出 2015年中国这个GDP增速将为这个7%左右 既要2014年呢 下调了0.5个百分点 这也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目标 与此同时啊 受这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 美联储加息预期和这个美元升值等因素的影响 拉美多国呢 也正面临着经济减速的困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拉加经委会 已将今年拉美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了-0.3 这也是两大机构啊 今年连续第三次下调拉美经济增速目标 可以说毫无疑问 中国和拉美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罗富和在会上就表示啊 中拉不应当充当 廉价商品的世界工厂和初级产品的全球供应商 更需要推动自身的经济结构 体制升级 生化物质合作 推动经贸短型 打造这个中拉合作的升级版 产能合作呢 就是产业与投资合作 是中拉务实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也是中拉双边经贸合作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也将推动双方企业合作 呈现这个新的热点和亮点 中拉可以以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为突破口 把双方各自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积极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中拉经贸合作呢 体现在方方面面 那从年初就有消息透露 中国至加勒比的直飞航线将于近期开通 不知道现在这条直飞航线的进展如何呢 这条航线呢 是由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运营 从北京始发 京庭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中国与加勒比国家之间呢 有着越来越密切的经贸关系 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嘉祥 他就多次表示 希望中国航空公司呢 尽早开通 飞往加勒比国家的航线 此次国航的新航线的开通呢 不仅使中国游客出行更加的方便 也将促进这个东亚地区 与加勒比各国之间的往来与交流 其中 这个古巴 就因海明威 雪茄 兰姆酒 等等被中国游客所熟知 随着中国出境游人数的不断增长 古巴呢 也正成为中国公民 洲际长途旅游的新兴目的地 2013年古巴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呢 约为这个 两万两千人左右 比2012年同比增长了18% 古巴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卡罗斯介绍啊 中国赴古巴游客 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此前 中国游客赴古巴旅游呢 需要从西班牙 德国 法国等欧洲地区转机 国航新航线的开通呢 也将大大节约了耗费在路上的旅行时间 目前啊 中国游客可持旅游签证 在古巴停留30天 据了解呢 2014年 雅买加政府就宣布给予中国游客免签待遇 此外 2005年的2月 巴哈马政府呢 就和中国国家旅游集签署了这个 中国旅游团队赴巴哈马旅游实施谅解备忘录 2006年的3月 中国公民正式开展了赴巴哈马组团旅游的业务 目前啊 中国与巴哈马之间的航线连接 可以乘坐航班从欧洲多国转机 或者从美国加拿大等这个北美洲国家转机 中国直飞加勒比第一条航线开通后 由这个航空游轮等连接的加勒比诸岛之间 更是有望迎来中国的中国游客潮 那这条航线为什么选择古巴呢 其中的难点也有哪些 无论是中国还是拉美国家都认同一个事实 那就是彼此之间的旅游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但是旅游所涉及到的诸多因素 也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其中这个直航航班与签证的两项就是最突出的 首先啊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直航十分稀缺 目前中国旅行者非复拉美国家 需先恢复美国加拿大或是欧洲等地再转接 显然啊 这样的旅行时间成本签证成本和难度都会加大 目前彼此之间直航唯一开航的是墨西哥航空 但在中国上海却只有一个航点 且价格偏高 显然无法为游客提供满意的选择 消除直航屏障的努力 这些年来啊 许多航空公司一直在做 但可惜呢 都没有取得成功 早在2005年巴西航空就言之糟糟宣布 要即将开通直航北京的消息 其后呢又多次宣布 而八年过去了 仍然没有什么动静 中国的海南航空呢 也曾宣布过在2012年6月份 开通由北京到墨西哥城的航线 但不知什么原因也在没有下文了 一些旅行者呢 因世界末日原定的墨西哥玛雅旅行计划 因苦等直航而一直被迫往后延推 甚至只好将这个计划取消 改为猫在家里看画册 或是电视片梦游玛雅了 古巴旅游部长2012年12月来华时就表示 目前古巴也正在和这个德国汉沙 法航等欧洲航空公司接洽 准备利用现有的这个中欧航线 方便中国游客古巴旅游 签证呢 则是另外一个难以跨越的屏障 目前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呢 中国旅行者办理墨西哥签证 相对而言是比较便捷的 为墨西哥呢 已经给中国旅行者发放了五到十年的多次往返签证 这自然也让更多的人乐意首选墨西哥 作为拉丁美洲的旅游目的地 但在办理诸多拉美其他国家的签证的难处呢 也是常常可以看见中国旅行者的一些吐槽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其中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著名的花甲背包客 北京的一对老夫妇叫这个张广柱和王中金 环球旅游的故事可以说是广为人知 他们的南极旅游之行呢 差一点未能成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阿根廷这个阿根廷方面这个办理签证 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签证官呢 在最后一刻才给他们发出签证 也造成了他们的旅游费用大大超出预算 那除了距离经济等原因外 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对于旅行者而言呢 显而易见旅游安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问题 对于拉美国家要到中国旅行的游客来说呢 并不需要太多的考虑 因为近年来啊 中国的旅游安全状况一直是比较好的 而对拉丁美洲向往已久的中国旅行者 则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近年来呢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对到拉美国家旅行的中国公民 发出过旅游警示 比如有关赴巴西的警示 有个数据显示啊 从2011年的11月到这个2012年的11月 在短短一年当中呢 就有六次 密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的 最近的一次呢 是2012年的11月15日 这个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 他就要提醒在圣保罗地区的中国公民 表示啊 近期啊 这个地区的治安状况不佳 请中国公民务必提高自我防范意识 夜间呢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时刻牢记安全地域 这个浴室要冷静处理 避免造成人生人生伤害和财产的损失 对墨西哥的这个旅游安全警示呢 中国外交部啊 也曾多次发过 2012年的这个8月27日 他就这样告诫 想要赴墨西哥旅游的中国公民 墨西哥的治安形势严峻 来访团组 来访团组被抢 被盗的事件呢 也是时有发生 中国媒体啊 关于对这个拉丁美洲旅游安全的问题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新闻报道 也往往会引起旅行者的警觉 比如这个2006年的10月15日 中国媒体就详细报道过 12名中国游客在巴西遭抢劫 损失1.7万美元的这样一个消息 最近的一个报道呢 是在这个2012年的12月20日 援引这个阿根廷民族报的一条消息 阿根廷全国各地呢 多加超市遭到哄抢 当天也就有8名在 在这个阿根廷巴里洛切 旅行的中国游客呢 也被混乱波及 他们的旅行车的玻璃啊 就遭到当地不法凤子的砸碎 行李钱款和护照呢 护照呢也都被抢走 虽然从整体上看啊 中国旅行者在拉美国家旅行 遭遇意外的几率 可以说是非常低的 但见货发生的一些旅游安全事件呢 也提醒人们 到拉美国家旅游啊 提高旅游意识 注意这个安全防范 也是非常必要的 呃 依据现实 我们粗粗的来看呢 今天的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双向旅游啊 呃 举一个比较文艺的说法 就像一颗挂在这个呃 枝头的这个饭出红色的那么一颗大苹果 可以说是随风摇曳 非常的炫目 但是这个大苹果呢 已经由绿转红 但仍显得非常的青涩 呃 再换一个比较乐观 或是这个直接的表达 就是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双向旅游呢 呃 都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 在峰会期间 中国工商银行 墨西哥子航在墨西哥城正式接牌成立 这也是墨西哥的第一家中资银行 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14号 公航监事会主席 前文辉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 邱小琪 以及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副部长 费尔南多阿博特拉出席了仪式 两国建交43年以来 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近年来两国关系 已上升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 工商银行始终致力于服务中墨经贸网 一直将墨西哥作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重点 不合选择 的 China, ICBC, 安uncia su incorporación el día de hoy, respaldado en la experiencia que tiene en más de 50 países, con una trayectoria de más de 30 años y con activos superiores a los 3.4 billones de dólares. Esperamos que el Banco inicie operaciones durante 2016 y estamos seguros que con su experiencia y visión, así como su trabajo y empeño, llegarán a ser un miembro muy relevante en nuestro sistema financiero. Y中国国内总行为依托, 公银墨西哥将为当地客户 提供广泛的组合服务, 并利用其丰富的经验 和获取全球资源,加强合作。 那中国工商银行 墨西哥紫航的设立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工商银行 墨西哥紫航成立后 将立足于中贸、经贸往来 积极参与两国的能源合作 进出口贸易、工程承包 设备供应等领域的合作 同时,目前工行紫航 担任着中国中墨企业 中墨企业家高级别工作组的 主席单位 与墨西哥企业 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 未来,工行将以设立机构为契机 为两国企业搭建 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积极发挥智库和参谋作用 提出战略性、潜在性的建议 服务和促进两国的经贸往来 近前年来,中国工商银行 积极推进它的国际化业务的发展 加快境外机构的布局 拓宽境外业务发展领域 也提升了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 墨西哥紫航获批之后 工行就已经在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330余家的海外机构 并通过参谷南非标准银行 间接延伸至了18个非洲国家 形成了横跨亚非拉欧、美澳的 全球的服务网络 在美洲已覆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 阿刚廷和秘鲁等主要的经济体 作为海外经营网络的重要补充 工行的代理行网络 也覆盖至了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 它的外资代理行总数 则达到了1767家 好的,今天的拉美风云就是这样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体验拉美风上 以旅游岁源丰富而文明世界的秘鲁 其实还拥有很多让人无法抵挡的美食 不论是在现在的政治经济中心立马 还是在曾经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 到处都会发现挂着红底黄字招牌的餐馆 上面写着七法一词 那么七法其实就是中文吃饭一词的音译 这些餐馆也就是当地的中餐馆 为了适应当地人的口味 中餐馆对中国菜的菜式和呈现方式 都进行了一些入乡随俗的改变 那么秘鲁的中餐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起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炒饭是秘鲁餐馆里一道必不可少的主食 在秘鲁人眼中 没有炒饭的餐厅一定不是好餐厅 在立马成千上万家餐厅当中 哪家炒饭最好呢 17号 秘鲁首都立马举办了一次炒饭大赛 12个入围决赛的餐馆大厨参赛 一决高低 当天中午12点左右 立马历史文化古城中心 阿拉梅达小广场变成了烹饪现场 在广场中心临时搭起的黄蓝白香尖的棚子里 架起的一派炉灶和一个简单烹饪操作台 身穿白色制服 头戴大白高帽的秘鲁大厨 将自备的肉类 海鲜品 蔬菜 调味品等食材摆放在操作台上 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赛前准备工作 自150多年前 中国移民将大米带入秘鲁人的餐桌上 将炒饭引入秘鲁美食 过去不吃大米的秘鲁人逐渐爱上了炒饭 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烹饪技术的发展 秘鲁的炒饭也在不断地花样翻新 酱油炒饭 鸡肉炒饭 鸭油炒饭 扬粥炒饭 咸鱼粒炒饭 腊肉炒饭 应有尽有 主办这次炒饭大赛的利马仕政府经济发展局负责人 卡洛斯阿尔瓦说 如今炒饭已成为深受秘鲁人喜爱的旗舰美食 自从公布举行炒饭大赛的消息后 秘鲁全国有45个地区各种风味餐馆 以及中餐馆纷纷报名参赛 好的 感谢全员我们的精彩解读 本期拉美精选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拉美地区的新闻 请您持续锁定拉美精选 环球精选希望能够为您打开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再见 第一时间 救货工作始终没有结束 第一现场 直击热点话题 新华社轻力打造深度权威电视专题 新华试点 带您走下 新闻至高点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新华社轻力打造成 新华社轻力打造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跳远冠军约过整整一群大象 只有一种可能 当他们被全部屠杀 只剩相押 伸出援手 终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趁一切还不太晚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成的 鲨鱼的鱼其实如何被割下的 以及每年有七千多万条鲨鱼 最终是为了鱼翅汤而送命 你还会购买它吗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鲨鱼物种都濒临灭绝 但是我们可以拯救它们 请记住 没有买卖都没有杀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